今天我给大家一起来挖笋 很多玩游说山上挖的很烂 看一下 挖的这么烂 到处都挖的这么烂 已经没办法下手了 今天我教大家几个方法 让大家满载而归 这个比较光的地方 笋都挖掉了 所以说我们教你第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找这个边缘上 有很多渣草的地方 大家都不喜欢去挖的地方 我们去那里找 那我们从底下来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很多这个草 当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在这个 太多草的地方找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 很多地方去找 就容易找得到 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些渣草搞掉 看一下 我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笋 这个杂草非常多 平常人家拉笋的时候 都不爱在这个地方找 我们也要根据这个逐边的方向 把这些刨一下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 来 看一下 这里就有笋了 看一下 看这个笋就在这里底下 看 就在这里底下 看是不是 拍一下 拍一下 看清楚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草很多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在这个 里面找笋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找这些边边角角 这些杂草很多 垃圾很多的地方 才容易找到笋 看一下 挖到了 当然这边还有 我们还可以找一下 但我找到一根 这边 Men 又找到一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都给人家挖过,都很烂 是吧 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烂 因为从这里整个过来,整条线过来 都给人家挖烂掉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样找笋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当时我们找这个笋的时候 都是挖冬笋的上边笋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那个上面的笋被挖掉以后 底下的握着笋,它迅速会长大 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老的人家挖过的地方 我们再重新勾一下 也许就有收获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老的珠边 这个老的珠边,看这个痕迹 应该给人家挖过立的笋 那我们要找底下有没有握着笋呢? 我们要把它再勾一道 诶,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勾的时候就发现有 笋的那个根,看一下 那就表示这里底下应该还有一根握着的笋笋了 我们现在挖下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笋笋笋笋笋呢 看这个笋笋已经出来了 看这个笋笋挖在自己下 看到没有?这个笋就挖在自己底下 这顶上的痕迹的话 就是当时人家挖这一块的时候 已经把上面的 立的笋已经取出了 当时这个握着的笋 应该很小 不怎么大 现在它马上就迅速就长大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可以找这个老的 老的槽就可以挖到笋了 我们要快捡了 哇 看一下这个底下 完全握着这个底下的 当我们挖到这个握着底下 挖掉以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底下好像又 又有细 那个握着的根跑出来 你看 又有这个根跑出来了 应该这底下还握着有笋 所以我们 甚至这方向再有找 再挖应该还有笋 看一下我们这样随便挖 如果你不这样认真去找的话 你可能不会发现 这底下还握着笋 对吧 因为你看到这边上 上面已经露出来了 你看很多人会认为 这个地方笋已经被人挖掉了 其实 这底下 笋没有被人家挖掉 看一下 这里还握着笋 哇 这底下握着 你看 看一下 这个笋绳是不是完全握着底下 那这上面 都明显的挖空掉了 告诉大家 第三种方法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毛猪 这个毛猪从这里过来 这个猪边 已经都被人这样挖了 整个挖过来 那么 这个毛 这个马边的笋 我估计应该是跟人家挖光了 应该是没有笋了 但是 我们可以找它的分边 因为这种马边一旦分边的话 马上就会长笋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老边的笋 早一点跟人家挖掉以后 分边的笋会迅速长大 所以说我们 在这地方 马边头上 靠近马边结尾的地方 人家不挖的地方 这里肯定是结尾了 没有了 你看这个马边过到这边 已经断掉了 没掉了 然后我们要找它的分边 找它分边 我们再从这里开始找 这个竹边从这上来 上面已经绝掉了 那么这里已经有一个分边 从这里上来 按照正常的来说 这个分边上来 是绝对会长笋的 我们开始挖一下看一下 好 我们这里就给你看 在这个很多老边的地方 这个新边从这里上来 看这个新边从这里上来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笋了 就找到笋了 一般的这个 这个新边上来 它长笋的位置 不会超过一米 在一米之内 绝对有笋 但是大家要记住的是 这种新边笋 你一定要三年以上的老珠子 马边要老的分边才会长笋 三年以内后的两年的 分边是不会长笋的 来 我们把笋挖出来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分边笋 一般的正常情况下 它会 也会长两根到三根的 但由于这个马边很多 我如果挖下 再挖上去的话 就会破败它的珠边 我今天主要是把这个方法 告诉大家 和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按照以上 让我这三种方法去做的话 我相信 你一定 会挖到很多笋的 会一定满载而归的 会很高兴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们